到台南旅游 扇鱼意面是必吃美食 这一站要带卡粉们 吃传承三代的扇鱼意面十足 老板阿七师 每天在炒锅前上演火焰秀 用大火炒出入口的爽脆酸甜 让一旁等待着韬客 看得目瞪口呆 但炒扇鱼的工作很好体力 常常还有年轻客人 对着他说 阿贝 加油 来到台南必吃的 善于意面百家争鸣到处都是 在哪一家才是No.1 或许观察店门口的排队人龙就知道 每次来都要排队啊 如果早一点来大概半个小时吧 假日我们就不会来 因为假日就排很长 我们根本就是吃不到 下午屋店才开始营业 老板廖文青的本丝 已经在店门口排队张望 希望抢得先机 一场阿天塞四十年的炉火纯青 阿天塞的锅里炉火纯青炒出入口的爽脆口感 把握火候热度 让鱼肉在熟成的瞬间快速起锅 不会煮过头 少一分太轻 锅一分得太软 才能满足陶客们刁砖的嘴 吃十几年油哦 喜欢它就是赛鱼炒到刚好油生变熟那时候 很脆的感觉 一百分 本来一味台南的东西会很甜 不过它吃起来不会很甜 比较大人也要来跟我们交官队 都要吃过去 没得到吃完 吃一个小年轻轻轻40分 我们这传统有话还有控制整个在煮 那如果够一个派质就是派质 阿天塞的鱼意面让食客们乐于等待 不是没有原因 火候的掌握 鱼肉的大小 酸甜调味跟汤分量 配上意面的湿润度都要恰到好处 另外晴天雨天湿度高低 也关乎蒂花粉勾芡的用量 每一样都是达人的经验判断 今天的魚大小的鱼 你要跟他去盖餐 这鱼要大小的鱼 你要跟他去盖餐 你不想大鱼要煮这样 小的鱼要煮这样 那不通过 要变成了 比我们好好的很多 木米拿来 因为我年轻时代 那家里也是开餐厅的 所以很怀念这个味道 今天找到了 第一名 做下去了 老人 又这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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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你加油 好啊 公家都大 全家都无意你 一间店只卖一样东西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炉台上的焰火映射着 阿琴瑟对料理的专注与热情 台南有一对年轻夫妻 在卖手工碳烤汉堡 所谓的手工 就是自己买牛肉拍打制作 过程相当搞刚 得快手不停地拍打 把空气打出来 才有扎实的口感 再用大火煎出一块块 多汁味美 带有火烤香气的汉堡排 便利品上很多 有四川麻辣牛肉堡 美式酸辣炸鸡堡 综合海鲜炸鱼堡等等 不吃肉的人 也可以点超越肉蔬食堡 不要画的选择 堪称是台南汉堡王 一块块的牛肉肉饼 在烤台上上演一场 烈火情热秀 另一旁的大块培根 也没有闲着 在肩台上以高温 逼出丰厚油脂 接着两大主角合体 成了美食古城 人气最高的 火烤手工汉堡 肉很juicy 对啊 都是会有肉汁 肉汁锁在里面 它不是很干的那一种 正在台北每个月都去吃美食餐厅 然后后来回台南生活 才发现最好吃的汉堡在台南 陶克星中最好吃的汉堡 出自这一对年轻夫妇 两人都是美食料理的死忠粉丝 吃汉堡坚持手工制作 才是王道 店里的汉堡肉 不爱连锁素食店 早餐店用的现成品 自己采买原块牛肉和牛五花 打掉重练 跟一般组合肉比较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块的油花 会不太一样 在切的过程中 就是要去看这一批肉的油瘦 它的分布是怎么样 在决定我们 所要混合的牛五花肉 要加多少 颠覆一般台湾人 对汉堡的印象 选好的牛肉依照经验 在绞肉的过程 调和肥瘦比例 要不油不腻 不柴不瘦 完全考验师傅的经验 和耐心 空气拍打出来 然后让它整个变扎实 然后因为我们就只有牛肉而已 没有任何的鸡蛋啊 淀粉类的东西 所以它完全没有黏气 必须要摔打 一再强调差异性 年轻老板脑袋灵光 要在美食之都打出名声 一定要做别人没有 或是不愿意做的 光是汉堡酱就很不一样 洋葱 黄芥末 酸黄瓜 番茄酱加入美乃滋 打到滑顺绵密 滋味与众不同 还有这一道当西方遇见东方 碰撞出的火花 自制四川麻辣酱刷入美食汉堡 爆红指数跟舌头一起火辣 四川麻辣老油条汉堡 第一支听到出去怪怪的 还满搭的 那个油条碎掉之后跟牛肉会搭在一起 还满意外的 夫妻朗靠着慢慢累积的用心 最终换成口碑带来人愁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才不会觉得怨天尤人 就才不会怪东怪西的 因为是自己选择的 虽然多了许多工事 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但夫妻朗乐在工作 被厨房认真发光 目标成为台南汉堡王 啊